每逢我們看到題目好像這個形式 有四個我當它好像連續數的形式 排排坐坐在這裡的話 我們一般的做法呢 就可以考慮第一個和最大那個組在一起 一般就是最小和最大 然後中間一拼一拼組在一起 這個x加2和x加3 這個東西就等於3 然後我們可以解一解它 看看它會變成怎樣 這個就變成x的平方 加5x再加4 右邊就是x的平方 加5x再加6 看到這個x的平方和這個x的係數 兩塊都一模一樣的 係就是差在一塊東西和另一塊東西 就是相差2 這個property很重要的 如果我們有了這個形式之後呢 下一步做就比較關鍵了 我們就是切 引入一個新的variable 就是y 我叫y就等於x的平方 加5x再加5 你看到y呢 切的數呢 就是在這兩塊東西的中間 記住在中間 4和6的中間就是5 那如是者呢 我們第一個括弧呢 就會變成y-1 第二個括弧呢 就是y加1 也就是這個form 這個form就變成y的平方 減1 這個東西呢 就等於3 就很明顯 y的平方就等於4 那y呢 結果就出來等於正負2 那y等於正負2 我之前說過 y是等於這一塊東西 那我還是用另一隻顏色 y等於x的平方 加5x 加5 那這個東西呢 就等於正負2 那我們看看 如果這個東西等於正負2的人呢 那我們用我們二次方程 最偉大的那一條無敵公式 我們就會解到x的第一個解 和第二個解 那既然是用無敵公式的話 就是等於負5 正負 正負 跟好 b平減4ac 那就是13 這個需要自己用少少運算 over 2的 a是1 那這個就是2 然後 如果 我們到討論剩下的那個 如果x 如果x 就是這條y 等於負2的人呢 那如果整條式等於負2的人呢 那我們看看 它的determinant 就是跟好裡面的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就等於b平減4ac 2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也就是我們代上去 等於5的平方 減4a 就是減4乘以 這個東西 踢回去 負2踢過去 就是正7 4乘以 a就是1 那不用寫了 那 5的平方就是25 不夠這個4728減的 那就是這個東西 turn out出來呢 就是 小過0的 小過0就代表沒有一個實根的 那所以呢 這條式 解到出來 x呢 就只有兩個合理的根 實數範圍有的根 那就是這個了 負5正負開封13 超過2的 好了 那到了旁邊那條呢 我們就一起看看 旁邊那條呢 有這個8x加7 那又有這個4x加3 還有x加1 那然後等於這個數 那如是正 我們又可以怎樣辦呢 那 你看到 首先 x左手邊的這個系數呢 這個系數 這個有一個4 有一個還沒有 那這個又8加7 一個比較麻煩的 處理的數字 那既然是這樣的話 我們不如 這條式 兩邊 都乘以16 為什麼會乘以16呢 我們看看 如果 如果 我們把中間的這個東西 乘以2的話 那這個 x前面的這個系數 就會變成8 那把這個乘以8的話 這個x前面的系數 都會變成8 然後這個 乘以2 乘以8 就是16 sub conduit 乘以8x加6 而這個 再乘以8x加8 等於 2 8 就是 有62 哎 那 又看見 又一個更有趣的位置 看到这两个数,我们可以取它的中间 因为这两个数是相差异的 我们取它的中间,就是这个 既然是这样,我们就索性切 y等于8x加7 就是这样 所以这一条式就会变成 y的平方乘以这个y减1 再乘以这个y加1 整大块就等于72 经过组织一下 我们会有y的平方乘以y平减1 这一块等于72 然后乘在一起就会有 y的四次方,减y的二次方 减72,就等于0 这个其实就可以变形变成这样 将它拆开就变成y的平方 y的平方 加8 y的平方减9 这一块等于0 然后就很简单讨论 我们知道一个数的平方 加8等于0的话 那就是这一块没有实数根 那我们写 因为y的平方 就不会等于负8 这个没有实数根 我们不需要讨论 我们只需要讨论 这一块 y的平方减9等于0 y的平方减9等于0 那就是y等于正负3 那y写多一次 y等于8x加7 这块等于正负3 由这条式我们不难解释 x就是有这两个解 x的第一个解 就是-2分1 x的第二个解 就是-5 over 4